大家好,我是佳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经常会跟父母跟长辈吵架 然后觉得他们不懂我们 于是我们就背起行囊 到远方,到西藏,到印度 到那些遥远又神圣的地方去寻找自己 寻找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和事 但他们不是父母,不是长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最爱我们的人却好像最不了解我们 那么今天我就想谈一谈这个问题 因为在日本有很多年轻人会背着包 背着行囊去印度 就好像我们总是想要去西藏 去那种就是神圣的地方 在我们心中是很遥远很圣洁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三代人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带的滤镜是不一样的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爷爷奶奶那边 他们那边的话 吃不上喝不上 整天挨饿 受冻 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在吃的上面 就是他们的一天都很注重吃 吃什么 吃的好了 吃的坏了 吃的多了 吃的小了 他们吵架的中心都是在吃的上面 然后像我们父母这边 可能在吃的上面稍微好一些 但是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 就是在钱的上面很注重 所以像我们父母这边 经常吵架的重点就是在金钱上面 他们的世界观是以前为主 像我们这边以后 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钱 那么我们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要去远方去找那些理解 去找自己 所谓的找自己就是想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真正需要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造成了大家经常吵架的局面 所以一旦理解这三种不同的世界观之后 那么我们会不会多理解一些对方 然后知道对方最在意什么东西 就不要再去争吵纠结 互相理解 思想改变 世界改变 你的生活全世界都会改变 所以转变思想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好的地方 那么好的地方的能量就会来找到你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三代人不同的世界观 造成了代沟 喜欢就关注我吧 每天聊一聊 希望我们过得都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幸福 最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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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